鋼彈基地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陳草梅鋼彈基地 我回來了 看到沒有 終於把這一堆東西帶回來了 真的是快累死我了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先來看一下這些台廠限定的 限定商品 那至於台廠鋼彈基地裡面的一些內容 還有展示的話呢 我會在另外一支影片裡面做介紹 首先你入場的時候啊 對 他是要排隊進場 人非常多 店員他會給你一張這個 限定商品購入的一張清單 上面呢 就是有目前在現場可以買到的所有限定商品 包含鋼彈基地的限定商品 然後還有是當時看是什麼活動的限定商品 像我這次去的時候呢 是獨角獸世界的活動 那上一期呢 開幕的活動是創鬥者的活動 那11月開始的話 是Double O的活動 那這個清單是每個人只能拿一張 那一個人一種限定只能買五個 所以如果你想要 從一種東西買超過五個的話 你就至少要兩個人去 當你把這張都填好之後啊 你就到那個限定商品的櫃台去 把這張交給結帳的人員 那他就會到後面去幫你拿 對 後面的照片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非常的琳琅滿目 像倉庫一樣 那我當時到現場啊 電源就是拿著我的清單 然後看喔 粗鋼幾隻 巴巴多斯幾隻 相義鋼彈幾隻 這樣子 一盒一盒的到後面去拿 結果 東西就越疊越高 越疊越高 疊到最後比那個 電源的人都還要高 所以就引來後面排隊的人 一堆側目 真的是覺得非常的 恥ずかし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次我買了哪些台廠限定商品吧 首先是MG出鋼3.0 這個是台廠限定這次新的東京鋼彈基地的外盒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上面會有一個鋼彈BASS的LOGO 藍色 那盒子適中也都是以藍色的色調為主 那中間就是一個像這樣子的造型 那我覺得還蠻漂亮 再來是MG的自由鋼彈 也是透明的 那這次一共買的三盒 那它的透明其實還蠻漂亮的 不是完全透明 而是有點半透明乳白色的感覺 那另外特別的是 裡面本來自由2.0附的那個黑色的腳架 在這邊變成了透明的白色 也是乳白色珍珠感覺 還不錯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次的MVPR MG的詳異攻擊鋼彈 透明版的 超級多人想要的 它真的是還蠻漂亮的 也是透明的顏色 那另外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裡面附的那個彈色台座 到底還有沒有 我後來打開來看 這是我自己的 請大家不用擔心 彈色台座完好如初附在裡面 而且是透明黑色 這個 是不是有點後悔沒有買 那再來是 RG獨角獸台廠限定的 這個外盒 中間有這個 獨角獸鋼彈雕像的這個MARK 那像我之前介紹過的 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有一個白色的底座 那另外就是呢 背包的推進器 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然後另外還多了一個 特別的造型手 跟1比1獨角獸大小的手是一樣 那來看這個是 白色的底座 有附底座的還蠻多隻的 但是大家都是藍色 只有它是白色 台廠限定的貼紙 比一般的貼紙大概大了 三分之一 超級多貼紙 貼到處 那當然啦 有貼紙就少不了 新的說明書 告訴你貼紙該怎麼貼 再來是RG的新安舟 那令我意外的是 我之前沒有注意到 它竟然也有附底座 雖然是藍色的 但是還是有底座 不錯 那它是金屬的配色 再來是HG的新生豬剛 是金屬成型色 也有附底座 外殼真的是很漂亮 我是一個會為了外殼買模型的人 再來是獵魔鋼彈 也是有附底座 那成型色也是金屬成型色 那再來是我們的棒球選手 超級文奈 鋼彈基地配色 最特別的就是它有這個帽子 那它的盾盤上也有鋼彈基地的LOGO 我那時候注意到啊 他們店員其實也有戴這個帽子 不過店員身上還穿了一件圍裙 所以我就在想說 這文奈身上有沒有跟他們一樣穿了一件圍裙 不過看起來好像沒有 再來一個也是MVP 那當然就是晶瑩的小熊凱 這個單價低 然後又可愛 那看到裡面喔 就是這樣亮晶晶的 嗚嗚嗚嗚 金公香香 那它這次裡面附的貼紙啊 有一張很大的白色貼紙 是要用來讓你寫字在上面留言的 那你可以像盒子上面這樣子寫 WELCOME TO GONDON BASS 這裡 再來這盒是這一次的獨角獸世界活動限定的 太金屬質感的爆傷女妖命運女神 超級漂亮 真的好漂亮 我在現場看到超漂亮 不過這個不是我的 我不能把它打開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啊 這是會場先行販售 之後會再PB 就是線上商店訂購的 RG創鬥攻擊鋼彈 全背包型 但是呢它是透明的 打開來看一下 嗚嗚嗚 透明的 那當然啊 RG SYSTEM的股價 也是透明的 那你看這個 背包的深藍色 影片可能看不太出來 非常漂亮的深藍色 RG的這個多色成型的股價 也是藍色 嗚嗚 真漂亮 其實這盒我本來沒有預定要買的 是我在結帳的時候看到隔壁的大叔買的 我說 怎麼會有這個 然後馬上跟店員說我要這個 那最後就是這個台場限定的腳架啦 有1比100跟1比144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現場看到 你看這個 這個也是144的腳架 不過呢 它是買兩盒獨角獸送的 所以我就多了一包 最後再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 鋼岸基地的手提袋 非常漂亮 其實你坐車到台場之後 你幾乎可以看到每個人都人手一袋 都是這個 那我這次有特別跟店員多要的幾個 那基本上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拿得到 有大中小各種尺寸 那如果你買的是MG的話 我應該就會給你大 那買的是小的我就給你小的這樣 那背面是鋼普拉的標準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們台場限定商品的 超快速開箱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想要看到更多的鋼彈分享的話呢 記得按下訂閱 喜歡 留言 或者是到我的FB粉絲專頁按讚 神草莓鋼彈基地 我們下回見 掰掰